兩岸的關係 真的是牽動我們兩岸人民 台灣是看起來 在中美博一當中 沒有辦法坐上 這個餐桌上 我們真的不能淪為代理人戰爭 亮哥你怎麼看 因為第一個來看到 宋濤國台辦主任有特別說 傷害兩岸的情感 一定會讓他付出代價 另外再看到最近 當然是金門的這件事情 引發大家的討論 那當然台灣海巡署的這個說法 在兩岸也引發很大的爭議 還有什麼呢 因為蛇行 不勝翻腹 但是都沒有提到碰撞的這一塊 然後其實這個兩位生還者 大陸漁民生還者 就反過來說 其實是台灣海巡 衝過來讓他們頂翻了 另外之前一開始的時候 海巡說他們傷音口音很重 講話聽不懂 但是他接受陸媒的採訪的時候 就發現說哪裡聽不懂呢 另外再來看到是說 最近東部戰區公布的這張照片 文宣也引發大家討論 我們把這張圖放大一點 會比較清楚 譬如說他有看到了 金門的這一塊 然後也看到了海警船的這一塊 央視就說這代表說呢 解放軍 是挺海警船的一個相關作法 另外再來看到有說 小手抓大手啦 攜手出火坑 點燈驅惡魔回家才會贏 那也看到之前 裴洛西來的時候的圍台軍演 那當然還有台灣的這個狩獵 然後呢被自由女神的火焰燒烤 下面還寫了台獨分裂老亂 是個綠色的句條 這些這很有意涵 這個我們看到昨天 陸方來的專家 終於看到那個船了 然後在那邊照相 陷阱啦 這個是唯一他們看到的物證 其他的物證都在台灣這邊嘛 對 包括他說沒有錄像帶 還有比如說雷達的航機圖 那個海巡船是怎麼走的啦 還有槍支到底有沒有發射啊 還有驗屍報告有沒有撞傷啊 通通都沒有 所以我的判斷 我的判斷是陸委會 因為目前主導決策是陸委會 我認為陸委會不想認錯 那其他輔慰金 輔慰金聽說是750萬 那他願意 那可是最重要 你看那個國來辦講 那個識別要點 第一個就是真相 真相最重要啊 真相就會連動到舊責啦等等 錢我認為 對大陸愚民也許是大事啦 可是這個事情已經 已經到這種地步了 不可能用錢就可以解決的啦 可是我覺得 民進黨政府在打一個如意算盤 就是他全部交給司法機構 然後他就不回應了 你可以看到 包括今天那個海巡署長已經出現了 他終於出現了 他也不回答任何問題 那管碧林被人家要求shut up 對啊 然後陳建仁在立法院總質詢 他竟然說有沒有碰撞還不確定 他把所有的話都推翻喔 因為許角 所以許角已經才會動怒嘛 說你連這個都收回去喔 管碧林都已經說有碰撞了 對啊 陳建仁竟然又把他收回去 所以我對世代的發展不是很樂觀啦 事實上就是 因為人家拍照 葬梁回去 一定會有他們的看法嘛 那許曉星他拿到那個崔少仁的資料 我認為那個是真的啦 不然海巡署為什麼不出來講話 海巡署還出來承認他時間錯誤 因為以目前朝野劍拔奴張的態勢 如果許曉星那個有造假 一定提告 那不得了 一定提告 對不對 所以我認為許曉星那個是真的 那那個就明明白白 因為那個是按一分鐘 用按分鐘來記的 說發生了什麼事 他就明明白白寫的是碰撞 而且是海巡船的船手 撞到人家的船尾 這個在法律上的舊責是很清楚的 我們還不知道你有沒有撞到人 對 因為一個能夠當船長的人 會瞬間秘蔽嗎 很怪 對不對這個 所以我就說 我們用那個 行征的角度看真是疑點重重嘛 太多了 那我認為大陸 因為今天那個大陸的 已經又發了一個聲明嘛 就是他的海警的編隊已經出來了 那其中有一艘是2000噸 那接下來會做什麼事 我們真的不知道 因為魚鎮船他也來過了 對啊 那魚鎮船 事實上就是在看漁業環境嘛 那也在彰顯他在執行漁鎮啊 這個市場已經發展成管轄權之爭啊 我講的是驚嚇海域啦 所以他海監船也出來 海監船是來查走私的嘛 魚鎮船是做魚鎮管理的 海警船是做違法的執法 包括對戰 都出來了 所以我認為 他現在就是在看 你對真相的揭露有沒有誠意啦 對 如果沒有的話 我認為他在等候幾天啊 應該還會做進一步的動作 因為司法調查 你不可能人家拖太久吧 那 反正現在我的感覺就是 行政部門已經全部晉升 那只有這個媒體啦 1450包括自由時報啦 然後包括民進黨的立委 包括民進黨的黨中央 在搞政治啦 比如說國民黨都幫中國講話啦 然後這個自由時報甚至還說 那個船長沒有執照啊 他現在還在搞這個 還在講這些 還在搞這個 大家想要知道是真相 或是的 這個到底誰犯錯嗎 你還在講那個 我跟你講啊 僅憑約談 這個執法人員跟大陸愚民 就要重見真相 這是不可能的啦 因為檢察官現在就只看到這個東西啊 他事實上2月20號出來 開記者會的時候 屍體還沒有解剖欸 對 對不對 那船體碰撞也要有個分析報告吧 槍支有沒有發射 也要有個槍支報告吧 對不對 然後海巡船的航機 也要有一個雷達的航機圖吧 那另外一個就錄像帶 我就講說這五種物證 全部消失 這也是太理性 至少我們都沒看到 五種物證我們都沒有看到 那你要叫我們怎麼相信你呢 所以 我覺得他就認為說 反正你也沒有物證 所以 所以我覺得他就想 那我覺得大陸在這裡 會有一個地方尷尬啦 我甚至認為 他就想說 我就等你做動作 比如說海警可能就 我說大陸的海警船啊 他就 就這個管制線他就不承認了嘛 那大陸移民就開始過來了嘛 那看台灣怎麼做 對 台灣不會做任何事情 因為他也沒有能力做任何事情 可是我認為他就是在國際要打挨兵 說你看你看他又欺負我了 大概我認為他準備要打的 就不是就我們講的行政的規則 來公布真相 OK 那 炒法律也沒有用啦 因為 驚嚇水域我講白了啦 連美國都不堅持啦 對 因為美國只管台灣澎湖嘛 對外島他是 本來就沒有在共同防禦條約裡面 對不對 所以我是覺得 把這個事情搞成這樣 我覺得真的是 是相當丟臉的事情啊 一個小事啊 你只要按照人道主義來辦 我認為這個是小事 對 就是把真相公布嘛 鬧出人命 不是小事 鬧出人命 我是說本來國與國之間不是大事 鬧出人命是大事 你就要按照人道主義 該走的行政的道路 給人家一個公道 這個事情是可以處理的 對啦 你如果委託給金門紅石智慧 甚至金門政府 我認為早就處理完了 是 可是你不是啊 你是陸委會 從一開始就下來主導一切了 就是這樣 然後亮哥又說 會不會陸委會又不想認錯呢 那這個問題可大了 所以你可以看得出來 一開始的時候 朱鳳蓮呢 還第一時間說要求查明真相 其實非常非常的克制 然後到17號的時候就說 兩岸根本不存在禁止 或者是限制水域 好不只是金夏的水域 還包括了在金門海 馬祖海域呢 也出現說有中國大陸的 執法的船隻等等 這個常態都不見了 那更別說呢 台灣真的要好好思考 怎麼跟中國大陸 來相處跟交往 因為中國大陸現在 底氣越來越足 而且美國現在也開始說什麼 哇有什麼五艘航母來啦 那個中華大陸周邊 給菲律賓抵氣嗎 給台灣抵氣嗎 但真實又是如此呢 最近來看到2月5號開始炒作說 雷根卡爾文森跟羅斯福號 在西太平洋 然後呢2月5號的時候 還有呢新聞週刊說 不只這三艘喔 林肯跟華盛頓號也要來了 但是呢重點是這個 書密院10號說了 林肯號是來接替卡爾文森號好嗎 雷根號早在日本躺平了 你根本就沒有出港 華盛頓號其實來接替雷根號的 所以呢看得出來 這五艘航母這樣算算算 最後他說其實只有羅斯福號而已啦 除了航母以外呢 美方說他們反對任何的 單方片面改變現狀 他們說的對象是認為 大陸在單方片面改變現狀 但是如果你真的了解 金門廈門的共同生活圈的話 現狀是什麼 現狀是我們有小三聰 所以兩邊的船隻呢 是直接越過了任何的 人為所劃定的界線 到對方的港口 現狀是金門的上一機場 當我們要開始用儀器導航 ILS的時候 是廈門的高崎機場 開放了一部分的空域 讓金門在3月到6月 勿鎖金門的困境能夠解除 可以用儀器導航 我再說一遍 是廈門的高崎機場 同意開放一部分 他們的空域 使得我們的儀器導航的 那個Flight Path 那個路徑 可以讓金門有儀器導航 那麼現狀呢 也是在金門跟福建中間有通水 所以他們常常說 兩岸一家親共飲 一江水 金門的水是由 是由近江的三美水庫所供應的 這是真正的現狀 所以如果說片面改變現狀的話 在這一個平和的海域中間 做出強硬的執法 難道不是改變現狀嗎 台灣的漁民過去是在海上 被日本人追趕的 登檢的 扣留的 是被菲律賓的這個海警呢 射殺的 那大家要不要想想 廣大興的時候 我們是怎麼認為 我們認為 就是要道歉賠償逞兇 最後要簽餘業協定 對 一樣 所以怎麼發生了這個 因為在海上的事件 大家還沒有辦法確定 可是這次在金門的海域 非常的近 我自己在金門服務國 我是不相信沒有跟岸上通訊的 沒有通聯 我是不相信這件事情 所以 從頭到尾 每分每秒 應該都有完整的通聯記錄 所以 今天如果沒有真正的 把真相搞清楚的話 兩岸是不可能 在這件事情上面獲得共識 更不可能 降低層級 把它當成一個民事的賠償 那麼我認為 如果今天民進黨有一絲一毫 不去跟著美國的劇本 而去認知 驚嚇生活圈的現狀 願意亡羊補牢的話 他有一個很容易的做法 就是按照 兩岸共同打擊犯罪條例 他是這麼說的 如果一方認為涉嫌犯罪 另外一方認為未涉嫌犯罪 但有重大社會的危害 那麼得經雙方同意各案協助 也就是說可以歡迎對岸呢 來共同調查真相 對於民進黨政府 現在堅持不公布真相 也不願意認錯 當然是很困難 但是若是他們希望亡羊補牢 還能夠在發掘事實 真正的情況之下 最後讓兩岸能夠平和的 往前走的話 我覺得這是一條 可以走的道路 那我接下來去補一下 那個航母 因為有人說 那個美國航母會不會來 我以用一個TIME雜誌 最近的一個資料 TIME雜誌最近很有趣 他寫了一下 美國的海軍的困境 中間他講的是這樣 美國的福特級 平常他們出海 有一定的時間 大概六個月左右 他說他們現在都一直在 延長他們的勤務 有時候七個月 就是180天到210天 他說福特級是239天 杜魯門籍285天 布希是257天 那麼這個中西把它延長的結果 是你的軍人執行的時間 非常的長以外 當他回到港口以後 他的整個的後勤的修復的時間 在艾森豪的這一艘航母的例子上 就會看到本來14個月 就要維修好然後繼續去執行 結果23個月還不能夠去執行 所以你可以看出來 美國的航母 事實上目前有人力的問題 也有他長期 在海上執行以後的維修問題 所以五艘航母都來的話 那麼美國在其他的地方的 七海的霸權 恐怕要重新想一想了 太陽星全校克肺爾益生菌 我吃了兩三天 最明顯的感覺 是睡眠品質竟然變好了 睡得好讓我整個人工作更關注 心情也變得更穩定更好 因為太陽星全校克肺爾益生菌 才讓我認識到克肺爾益生菌 它是由多支菌種的益生菌所組合而成 不僅能夠維護消化到機能正常運作 還擁有多種有益健康的保健功能 相當強大 你知道嗎 有台大教授專門研究它 稱它是神仙的禮物 上千篇的國際研究證實 克肺爾益生菌 不僅幫助腸道健康 腸道菌透過腸腦軸影響全身器官 所以維持腸道菌從的平衡 是解鎖身體健康精神健康的鑰匙 對幫助睡眠維持好情緒真的很有感 也因為這不是藥 有季節敏感代謝困擾 關心惡性細胞風險的好朋友 選擇太陽星全校克肺爾益生菌 做好日常的保養 身體健康沒負擔 每日克肺爾時刻美好 good feel feel good 請上快點go健康下單 輸入推薦代碼有額外的選控